對方、简直的動作 嘿 大家好 我是SKY 吼 乾 在日本玩真的很爽 尤其是山形的藏王樹冰 我以為想說 靠 不就只是樹長在華雪場上 然後結冰嗎 Whaet 結果不是 畫面真的超美好不好 前列推薦如果有出國旅遊打算的話 真的可以在東村交界的時候 到藏王泡泡溫泉 玩個Share 看看樹冰 嗯? 旅行上應該只要找誰業配了吧 好啦 以下還是趕緊來進入正題了好不好 來聊聊Cam Radish 替杜克三王觀察系列做個總結吧 是說啦 我覺得好像很多人都誤會了 Cam Radish不只是單純因為被Zion和Barry的壓縮 才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而是因為他本身真的真的完成度很低啊 光是看看1米搖擺人有著場均不到4成的2分球命中率 你大概就能知道他有不少問題了啦 呃 那麼Radish的問題到底在哪呢? 嗯...我想大概是在...呃... 幹 根本到處都是問題啊 事實上啦 從高中時期他的技術缺陷就非常非常明顯 只會左手運球 切入只會走單邊 缺乏腳步而依賴爆發力 也因此他的身世才會一直追不上全方位的Barrett 年代後來打U19時更是直接被加拿大手死 最終不只美國都會意外爆冷輸球 那一次的勝負也成為了將Barrett 徹底推上高中第一的主因 而轉換到大學上 Radish現階段大概只有跳投是可以用的 剩下的技術啊...幾乎每一樣是能夠穩定搬出來使用的啦 簡單來說呢 就是基本功非常的匱乏 運球方面 Radish雖然是右撇子 但善於左手運球 啊...當然啦 有在擎練飛冠用手是很好啦 幹 問題是結果他冠用的右手就幾乎不會運啊 魔德式冠用手都拿去考考美空練運球呢 看比賽幾乎每場都能看到 Radish只會走左邊 只要對手堵住他左邊 逼他換手改成右邊的話 他要嘛就是直接收球 然後被壓得不要不要的 在那邊 呃 呃 救我 救我 更慘一點的話 就是一換右手 媽的球就直接噴出去啦 幹 我看連賽前的右手口口沒擦乾淨吼 媽手滑的咧 而且不只只會單邊切入單手運球 Radish在突破時也幾乎不會變速喔 同時更缺乏腳步 幾乎只有直線殺進去後墊步上籃這一招而已 導致他的切入非常的好預測 很容易被做的進攻犯規 而在切入終結方面 Radish更有非常巨大的問題 首先是他上籃的護球很差 10次上籃 大概有5次會被 的硬展拍掉好不好 而如果遇到老店的NBA防守者 他這種護球水準 我看大概是不用上籃了啦 再來是他的終結能力也很差 如果你看數據就會發現 Radish的上籃命中率並不好 而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喔 這其實是多數體能好的年輕側翼都容易有的缺陷 這裡且聽我娓娓道來 一般而言 良好且穩定的上籃是這樣的 第一拍遇到對抗時不去迴避身體接觸 第二拍在空中時西周碰撞地道 並保持住平衡 利用身體接觸輕開或架開需要的上籃空間 最後在平衡的狀態下把球給放進去 但高中時期多數體能好的外圍球員 只要靠體能撞進去 防守者就很容易被撞飛出去 他們也就能得到想要的上籃空間了 可是到更高層級後 防守者不會輕易被頂出去 於是這些球員就會變成撞一下撞不開 又不知道該怎麼在空中西周碰撞保持平衡 所以最後就變成撞一下之後 只要在空中隨手把球往籃空亂丟 這樣命中率當然就會非常糟糕啦 目前NBA中最明顯的例子是Josh Jackson 他控球前方的影響力之所以到現在還無法全然發揮 就是因為他突破後遇到護空球員時 都會亂撞然後亂丟 因而防守者只要抓到他最後上籃的點 站在那邊等他來撞 就有很高的機率能守住他了 然後目光轉回到Redis身上 他現在也處於一樣的處境 甚至可以說比同時期的Jackson還要更糟糕 看一下以下的影片就能知道 第一如同上述 Redis經常有一點身體接觸 就急著想把球丟出去 或者是想要硬扣在別人身上上籃 結果防守者閃掉不給他扣 他大哥就直接一個 閃屁喔 一個衝心不穩然後直接放槍好不好 再來第二 Redis不只不擅長碰撞 他有時甚至還會迴避碰撞 結果反而導致簡單的E對E 變成讓人傻眼的奇怪後仰上籃啊 天啊我真的受不了這個再看一次 幹你頂開他然後又右手上籃不好嗎 包體為什麼可以上籃上一張 變成臉背對籃框啊 轉逼轉你他媽的戰鬥陀螺啊 所以說呢 Redis目前整套運球切入終結的技術 完全是糟糕到讓人折舌的程度 如果你是那種對新秀沒耐心 而且覺得Jackson這兩年很水的人的話 那跟你保證 Redis生涯前面兩年 絕對會一樣讓人吐血 再來是外線的部分上 上面提過Redis 目前唯一堪用的就是外線 且再更前面的杜克總壇的部分也提過 Redis這幾家杜克的用法 就是作為Kajan Shu 與Offscreen的射手 但是 BUT 說堪用 呃 當然是堪用啦 可是這代表Redis 算是一名優秀的射手嗎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平心而論啦 他的外線穩定度根本也不算好 那些硬拔的自殺是3分就算了 距離弱兵空檔3分的把握度 他也並不是很高 甚至會上演頭面包的慘烈畫面啊 所以事實上呢 Redis會主打外線 並非因為他外線很穩 而是因為他缺乏持球突破能力 且杜克的禁區空間和持球權 也已經完全被Barrett和Zian兩人給佔滿了的緣故 因此 為了讓Redis有所發揮 K教練才設計許多簡單的掩護 並給予他很高的3分開火權 讓他能成為球隊陷入僵局 呃 像是Zian犯規麻煩下場啦 或是Barrett切入完全被守死 這種時候 就往往會讓Redis 無限3分開火來試手氣 骰到6的話呢 就是一波暴分 直接把僵局給打破 那骰到1的話就會 N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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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試個兩回合就把球還給Zian跟Barrett 更別說啦 其實不少次掩護後Redis是有突破機會的 像這支影片中是可以看到 掩護後北卡防守並沒有交代清楚 而且還是放給他擅長的左路切入喔 而在這種追分的緊要關頭中 任何1分都很重要 且就像教練下打的指令是3分優先 在這時選擇突破的話應該是能吸引到左側45度角的防守者 進而解放出Barrett的3分空檔才對的 但Redis就是選擇掩護不管3721 幹就先投再說 然後 呃 對 就順便一起把比賽儀給投掉囉 好啦 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都差不多了解到 Cam Redis是完成度多低的一名球員了喔 不過要是只有壞的沒有好的 那他當然也不可能始終穩坐前五順圍的位置啦 那麼以下我們就來聊聊 為什麼Redis至今仍是本屆最受矚目的帶選球員之一吧 首先是先天條件 Redis絕對有著本屆最均衡全面的先天條件 和其他備受期待的側翼新秀相比下 Barrett爆發力和靈活度沒有Redis這麼好 Zion的體能無敵 但身材遠沒有Redis棒 Lenfer等等更CG的新秀是更別說了 身材體能都被屌打啊 基本上啦 你在Redis的先天條件上是找不太到缺陷的 對 真的找不太到 他不只要什麼有什麼 而且每一樣都是非常高的水準喔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體能條件 常常會被拿和Tracy McGrady做比較的原因 因為除了彈跳力和滯空力或許稍遜一籌外 Redis真的擁有前輩那樣行雲流水 能夠隨心所欲的恐怖體能啊 而縱使技巧缺陷上讓他很難成為T-Man 但光從他偶有的一些精彩時刻中 像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在這些畫面中 我們也仍能看出非常類似於Paul George的身影喔 而這就是為什麼Redis始終吸引球他目光的原因 因為純潤天賦的話 他很可能是本屆綜合來看最棒的球員 再來第二 是由於他的控球天賦 我常常強調控球是可以苦練出來的 但真正好的控球往往是一種天賦 而雖然Redis由於平弱的運球讓他很難完全展現出控球的實力 不過我們仍能從一些瞬間看出他解讀防守後傳球的能力喔 像是這個play中 Redis就對對手的區域聯防做了很好的解讀 判斷出他們外服防堵切入的意圖 並看見了層層人強外被放空的Zion 至於這個play中呢 他理解到防守布陣已經準備好包夾低位的Zion 而Marcus Bolden在高位則是沒有太多進攻威脅啦 因此他選擇回傳給Trey Jones 而在對手區域隨之轉動的瞬間 Bolden下滑進進區 但防守依舊持續跟著Zion 於是Redis一接到球 立刻高調給Bolden並造成犯規 這就展現出他的防守解讀能力喔 儘管看來是還沒有到真正控球後衛的水準啦 但作為一名控球前鋒來栽培 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更別說在切穿視野上 Redis真的是甩Barrett好幾條街啊 總是能夠正確的理解到協防並分球 總結來說呢 Cam Radish是很典型的超高天賦 超低完成的球員 這種類型的側翼其實每年好像都會有啦 前年是Josh Jackson 去年則是Kevin Knox 看看前輩們的數據和成長的曲線 呃... 你大概就能推估到Redis新秀年的數據了啦 老實說呢 要到新秀年命中率可以超過4成 我應該會好不好 非常的驚訝啦 但是 只要養成規劃有做好 那麼兩到三年內 Redis很可能會是一名體能條件絕佳的控球前鋒 正式成為下一個Polge 畢竟呢 兩人從體能、身材、技能包等方面來看 真的都相似的一塌糊塗啊 那麼按照這個意思來說的話 只要養成得宜 Redis在巔峰時期很可能會是一名MVP級的球星咯 呃... 這個我不能說不同意 但我會說 我吃飽留態度 原因呢 就在於他的心態 是的 從U19被Barrett徹底壓制打趴 再到高中末段 主動跳出來妖人組團 最後是大學時期時常隱形 且明顯無法再缺少Barrett或Zions 單人帶隊 嗯... 這些在在都讓人感覺到 Redis雖然心態不到消極啦 不過卻也無法讓人感受到他的激情和熱忱 就是呃...平平穩穩獨善其身的感覺喔 而這樣的心理素質是否會導致他進入NBA後成長不如預期呢 又或者是技術成長起來 但沒辦法成為獨當一面的球星 這些都是得考慮進去的因素喔 不過這裡再拉回到他的模板George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George在這季大爆發之前 他也長期被質疑個人的帶隊能力 更經常被認為是否缺乏領袖的霸氣 可是在這一季 George在全新的環境中 重新證明了自己的心理素質 也成為了MVP等級的巨星 嬰兒心態的問題啦 我想不是沒機會改變的 所以現在定調什麼 應該都還太早一些啦 總之呢 Redis的天賦無庸置疑 而完成度的問題 我想應該也不必太擔憂 因為前面幾部影片 我應該強調很多次了 在選秀改之後 今年的坦克球隊 多數都有很完整的養成規劃 不論是這支球隊 這支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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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不是你走開 這支球隊 我相信都擁有把Redis培養好的本錢啊 剩下的 就是看他個人的心態 以及他進步的幅度啦 好的 杜克三王觀察 就在這裡告一段落啦 之後其他代選球員會不會做 就再看看狀況吧 噢幹我的天 在日本過得太爽了 導致我都沒在想之後的出片規劃啊 然後是說啦 我的球隊雜談 誒好像已經復兼兩個月了齁 啊然後冷門球員介紹 嗯這什麼啊 我有說過要出這種東西嗎 好啦 反正我在想看看要做什麼題材啦 還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 那就先這樣啦 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 或是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也熱烈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你也可以說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不會錯過我新的影片囉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V粉狀來晃晃 一同討論籃球 OK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